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歐比王肯諾比一到三集 只有六集的歐比王肯諾比 在上個週末放出了前兩集之後 這個禮拜三又上限了第三集 等於是在一個禮拜之內上限了前半的部分 一開始會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會採取這樣子的上限模式 但我看完一二集之後 就馬上明白為什麼一二集要一起上了 因為這個劇本前兩集的節奏真的是太慢了 尤其是第一集真的沒有講到什麼東西 在這前兩集呢 故事很努力的要鋪陳這個 稱呼自己Ban的人 不再是從前的絕地大師歐比王 而在不得不的情況之下 要重拾光劍去執行一場營救的任務 在看完第二集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相當精彩的 故事的鋪陳 角色的描述 有很多的驚喜 預告片幾乎沒有把這個影集真正的內容告訴我們 而第三集就是令人 OMG的一集了 也非常的讓人期待後面幾個禮拜 後面三集的到來 接下來讓我們聊聊 歐比王肯諾比這三集裡面 有哪些精彩的內容吧 以下影片會講到關於歐比王肯諾比前三集的劇情內容 一一開頭我們又回顧了那心戰史上最殘忍的第66號密令 Execute Order 66 這裡的重點除了有一位英勇的絕地大師在保護孩童之外 對了他的劍法很帥 一邊應該也是鋪墊這個影集的重要角色 三十妹Riva 他同年時期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位絕地學徒 後來才成為了帝國審判官 但是目前三集看下來 都還沒有看到瑞瓦的故事 他是怎麼從66號密令當中生存下來的 從一個絕地學徒失去信念之後 成為我們所看到的三十妹 而時間來到十年後 三位帝國審判官走下飛船來到了塔圖鷹的市場 要追查一位逃亡的絕地武士 三十妹打斷了正在講話的大審判官 用一把飛刀抓出了現場的絕地武士 這場戲非常精彩有張力 一方面展現了三十妹是一個什麼樣的個性的人 他的急躁造成了他跟其他審判官之間的不和 也用反面說明了絕地的信念是永遠不會消失的 當然也讓他們很容易掉落到陷阱當中 - 它是一堆 三 正當我看著歐語王遠遠的像個變態一樣 正在觀察陸客的時候 緊張著審判官會不會發現陸客的時候 OK 驚喜馬上就來了 鏡頭來到了綠藝樣然的一邊 小莉亞出現了 而且到目前為止這三集他的戲份都非常的重 預告片裡面完全沒有告訴我們這個角色會登場 我們也馬上看見了小莉亞的鬼靈精怪 還有直率跟火力 跟他媽媽一樣喜歡用女傭假扮自己 大家應該知道帕米的那個替身是奇拉奈特利吧 雖然看下來這個小女孩真的是蠻不成熟的 但是這可能就是這個故事當中 所要展現給我們的新鮮感 還有她的成長吧 不過如果你有像我一樣去重溫星戰的第一集的話 就是星戰四那一集的話 麗雅的個性其實一直都沒有變 她真的就是一個很容易害死自己的嬌嬌女 後面的故事就發展到 歐比王踏上了莉亞的救援行動 也解釋了為什麼在遙遠的銀河系另一端的莉亞 會比陸克還要早認識歐比王 歐比王,你只是我的唯一希望 四,在莉亞被嗆辣紅椒的貝斯手給綁架的時候 歐比王接到了歐加納夫婦打來的視訊電話 求救電話 這裡他拒絕了並且說出 已經十年了 我不再是從前的那個我 我不是我以前是 這句重點台詞 歐比王在星戰三西斯大帝的復仇結束之後 這十年內 他每天過著重複的日子 小心翼翼的隱藏自己 並且會在晚上夢到那個 他跟安娜金之間發生過的一切 會舊感一直糾纏著他 他不知道安娜金還活著 於是等於是他一直抱持著 他殺死了自己的 好友、徒弟、夥伴 還有師父金葵剛死前的托付 在第一集的最後 歐比王還是挖出了自己藏在沙漠當中的光劍 飛往營救莉雅被綁架的那個星球 然而這一切都在三十美的算計當中 5. 第二集 歐比王來到了一個像是 營業殺手場景的地方 因為這裡網路管理的關係 無法使用追蹤器來找人 他遇到一位熟面孔 一個退役的風暴兵坐在街邊乞討著 這的確也是找我們的博巴菲特來客串的 不只能都長一個樣 再次標示了老兵 是這個影集的主題 幫我幫你吃熱的菜 6. 歐比王後來又在市場裡 遇到了一個賣好料的女孩 這個賣藥女孩的飾演者 正是歐比王的飾演者 伊汪麥奎格的女兒 所以裡面他還很故意的講了一句 我也是某人的女兒 我也是一個人的女兒 7. 歐比王終於找到了莉亞的畫面 歐比王在前路獨哭之後 擺脫了那個等他自投羅網的陷阱之後 歐比王終於找到莉亞 那個畫面完全讓人想起 《星戰4》當中 莉亞向歐比王求救的身影 這裡我們也看到了 這兩個角色他們第一次的相遇 當然實際上 莉亞跟陸克剛出生的那幾天 都是歐比王在照顧的啦 8. 接著三四妹發出了全程通緝令 讓他馬上發現了歐比王的蹤跡 不過我們還是沒有看懂 他跟大審判官之間的衝突是什麼呢 到底為什麼一直要扯對方的後腿 不過在帝國軍的將領之間 一直都是有這種互扯後腿的好習慣 好傳統的 莉亞在知道歐比王是絕地無視之後 說想要讓他漂浮在空中 後來在千軍一髮之際 歐比王終於使出了原力 讓莉亞浮在空中 這也是歐比王第一次在這個影集當中使用原力 10. 在第二集最後倉庫的這場戲 為前兩集畫下了非常好看的句號 三四妹瑞娃還是找到了歐比王和莉亞 這裡沒有一場正面衝突的光劍大戰 因為歐比王早就不是當初的那個戰士了 只有紅方單方面的壓迫 而我覺得非常精彩的是 雖然沒有武器 但是三四妹的嘴炮 用嘴就足夠讓歐比王受傷了 他說出了歐比王一直不知道的真相 就是他以為早已經死去的安娜金 他的好友 其實一直都還活著 以達斯維達的身份活著 而且安娜金就是維達這件事情 應該只有少數人知道才是 也應該是個沒有人知道的秘密 這裡或許也是一個線索 三四妹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反派 她是知道這件事情的 總之歐比王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 就逃到船上 久久不能平復 這裡伊萬麥奎格真的演得很好 在他唸出一聲安娜金之後 我們就看到了休養艙當中的安娜金 張開了雙眼 彷彿感應到了這個老朋友的呼喚 安娜金 十一 第三集一開場的就是 精彩的黑巫師的變身 或者說著裝 我們看到了她雙手雙腳的意志 頭盔 還有呼吸器 的確看起來有點可怕 我們可以看到 她的盔甲很多地方 是跟她的身體要鎖在一起的 而且會有很多看牙醫的時候 聽到的恐怖的鑽孔的聲音 十二 歐比王跟莉亞這一集來到了 一個礦產星球 坐上了一個外星人的貨車 而且還很尷尬的跟白兵同車聊天 然後這裡藉由歐比王的失誤 當歐比王說出了 莉亞讓她想起了她的母親帕米 雖然有人覺得歐比王怎麼會犯這種錯 但是藉由這段劇情 讓歐比王跟莉亞的關係 更進一步 莉亞也發現到 歐比王認識自己的生父生母 十三 在被帝國軍的自己人拯救之後 兩個人被帶到了安全屋 這裡莉亞又遇見了一個 不會說話的機器人 而這裡莉亞又展現了她的原力 收服了這個機器人 讓她成為接下來她們的救星 十四 隨後黑武士出現在大街上 殘暴的攻擊 無辜的民眾之後 果然逼出了歐比王 也讓這對師徒再度對上 這不是才第三集嗎? 怎麼這麼快? 我原本預計他們兩個人會面 應該是在最後一集的時候 但你可以說達斯維達這次對上的是BAM 而不是歐比王 所以兩個人的對打才呈現一面倒的局勢 歐比王還很可憐的被拖到火海當中 這超可怕的 不過我想安娜金這個時候應該真的很爽吧 呵呵呵呵呵 然後從黑武士現身 一直到歐比王被救走之前 這段戲都是非常的 哇 壓迫感非常的足夠 而這裡的對打者很像帝國大反擊當中 黑武士把陸克壓著打的那裡 15. 最後三師妹發現了利亞逃走的小路之後 竟然直接繞到出口等利亞 前面有一個地方是她看著安全屋的絕地標誌 然後有一些反應 所以是不是她曾經也走過這條逃生道路 或者是她怎麼知道這條路是通到哪裡去的呢? 這可能要等下一集來揭曉了 這些就是歐比王肯諾比1到3集 我想要跟你分享的精彩亮點 這三集下來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尤其是第三集 接下來每個禮拜還有後面三集 希望我可以每一集做一支影片跟你分享 你看完這三集之後 有什麼想要告訴我的 或者是有什麼精彩有趣的地方 是我忘記提到的呢? 或者是任何你想要告訴我的東西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分享出去 這是羅密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 請教我们下支影片 你是從我們我們的節目 чтобы在家裡